做一個那個簡單的問卷 大概了解一下大家的學習需求 所以用Google的表單 簡單的做一下 這個Google表單非常簡單 不用寫程式 兩三下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所有東西都已經幫你放到雲端上 那這個雲端 雲端的設計跟雲端應用 其實也是工業4.0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有東西都在雲端上 那至於你要怎麼實做 當然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反正你只要放在雲端上 其實基本上就符合工業4.0的需求 那當然很簡單 什麼叫工業4.0 也許你Google一下都有答案 只是說 這個工業4.0 德國開始提出這個概念 可是怎麼樣去把它 真的變成實際上的應用 我想每一家 企業 都會有自己的一個方式 而且不同的行業別 可能也不用不一樣的做法 不是說只有工廠 其實企業本身 不一樣的行業別 當然有不一樣的做法 那裡面當然還有雲端 比如說大數據分析 這些都必要的 另外還有物聯網 還有呢 智慧型裝置的 的應用 那這邊可能就牽涉到可能 行動裝置的設計 比如說像App 當然不只是僅止於App 可能很多的相關的應用需求 那這些全部串在一起 實際上就是 一個工業4.0的概念 那你想說這個東西有什麼重要 其實道理很簡單嘛 在工業3.0發生什麼事情 有4.0 有3.0嗎 3.0是 自動化 1.0 就是 公業2 是那個 派人 就是 那個 是 平行 3就是自動化 4就是 從那個 消費 所以也算有 有點接近 不過簡單講起來 如果以我的 我的 看法 最簡單就是 3.0 出現了 兩個東西 顛覆了整個世界 第一個就是 PC 第2個就網路 就這麼簡單 所以大概在20幾年前 大概差不多30年前好了 那時候其實就新奇了 所以有 竹科 竹科的榮景 其實就靠這個 然後有PC 個人電腦跟網 那時候其實還有人 常常有同學問 我那時候已經開始在交電腦了 那時候其實有同學問說 老師到底我們公司 需不需要導入網路 因為網路剛新起 很多 真的你不要笑 有人 會有問 疑問 可是 如果那時候有疑問 的人 慢了一步 機會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到底很簡單 你要不要比人家快 很多東西機會 就是快的人 就跟賣蛋塔一樣 最早賣的就 應該是最賺的 之後跟上的可能慢慢的 就分剩下 最後 跟進的可能就 就過剩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會有 4.0基本上 其實說真的 你自己在Google 或我坊間的雜誌書籍 一堆啦 自己稍微看 留意一下 我想這種 理論性的值的東西 也許 你們可以說 甚至說的可能 比我 更多 更精彩 但我的認知是說 就我的角度來看 我應該把 大數據分析工具 先掌握好 那其他的東西的話 也許你就可以 自己再去應用了 所以有些東西 我後來發現 真的很多東西 雖然有一個 知道一個潮流 一個方向 至於要怎麼做 其實自己可以變出一個花樣 那變出花樣 那個市場 就是你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變出來 就沒有這個市場 所以像很多東西 以前我在 在職場上也是一樣 很多東西市場是你自己把它創出來的 慢慢就變成你自己的 獨創的市場 那獨創市場當然就 有一點什麼 獨特性的 自然而然 你的利潤也一定比較高 可是前提是 你要自己能夠掌握 在一個趨勢底下 能夠 有一些創新 那個創新不是說亂創 我是說我自己走回頭路 自己 做一些新的東西 不是啦 我們反正就順應潮流 所以現在到這邊工具 最熱門的不外乎就是Python 不外乎就是什麼R 不外乎就是像VBA 這幾個工具 我想如果你通通可以掌握的話 我相信未來你在 職場上 未來10年 應該都會過得非常 的愉快啦 為什麼因為這就是趨勢 這就是潮流 那其實呢你做事情 最 最好的方式 一定要 順水推舟啦 對現在我 一直有感受 對真的一定要潮流 對順水推舟 感覺好像沒做很多事 可是你的影響力卻很大 對就像我們要教課一樣 一定要教大家 想學的嘛 那為什麼我要開Python這個課 其實這個課也開沒很久耶 為什麼因為同學一直 說老師你可不可以教我們Python 你可以 一個這樣講 兩個這樣講 三個這樣講 每個都這樣講 然後身邊所有的朋友都在使用Python的時候 你 怎麼不趕快跟進呢 但我也可以 裝死嗎 沒聽到 沒聽到 跟我不關 可是問題 你慢慢就會被拋在後面了 就像VBA也是一樣 說真的 坊間的VBA書籍一堆 但是 我教的東西絕對跟書籍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我的東西是 實務經驗 書看完之後 你還是做不出來 但是我可以教你什麼 工作上怎麼去提升工作效率 這也就是我的賣點 所以你看 我YouTube上面放了很多影片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也幫了很多人 認識很多人 然後部落格我也寫了 上千篇的教學文章 所以 要不認識我 其實 還沒有 沒有那麼誇張 OK 重點第一個 我們回到主題就是 到底你們 需要什麼 到底你們程度落在哪裡 這個是我的關係 所以我用Google表單 簡單的做一個 像這樣的線上問卷 其實不需要花多少時間 反正問題填上去 新增一個問題 單選付選 單選付選 OK 然後呢 最後你們填完之後 也許我用那個什麼 Google.gl 縮短網址加一個 那你也可以 掃那個 如果你有行動裝置的話 其實也可以配合那個什麼 配合那個 QR 有沒有 這邊都有 QR 所以你會發現 像 Google.gl 這個 服務還蠻好的 他等於 幫你縮短網址之後 也可以給你一個 QR 那你任何地方 要做問卷 就是很簡單 以前如果要做的話 你可能要寫 PHP 或者是可能要什麼 ASP 那種東西 但是現在完全不需要 我覺得太方便了 那資料跑哪裡呢 以前是跑資料庫 現在不是他跑雲端的 Google的試算表 也就Google本身有個試算表 他資料就幫你放試算表 那個試算表就等同跟Excel一樣 只是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他也可以從 雲端上下載變成一個Excel檔 你可以再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那當然 現在用最多最習慣的 其實在台灣 用Excel還是最大宗 你給人家一次有檔 人家會覺得很開心 但是你給他一個CSV 即便他開得起來 他還覺得怪怪的 你不要給我這個怪怪的東西 好不好 對不對 或者你甚至不要說你給他一個 SS 現在很多SS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裝 更不要說你給他的是什麼 ODF 因為現在政府一直這樣推什麼 推那個 開放 就是自由軟體 有沒有 Open Office Libre Office 不用錢 Office Microsoft Office 要不要錢 要 很 很貴的 你知道嗎 每一年台灣 光付給那個 微軟的授權金 早期都上百億了 現在可能慢慢可能調整還可能低於100億了 那整個台灣付給微軟的那個授權費早期 一年都超過1000億 台幣不是美金 你想說 一家公司居然可以收台灣 光台灣一個 一個地方好了 就已經 這麼多了 那其他更不用說了 不其實啦 台灣因為 人口少 所以長期已經被微軟綁架很久了 所以大家已經習慣了 即便我給你自由軟體 免費的 大家還是 乖乖的還是 為什麼因為 底下的用不習慣嗎 對不對 那政府當然很希望說可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 好像也 沒辦法因為 習慣就是習慣了 有點像那個 毒品一樣 你吃了之後你就上 然後 最後 有些判決人員就是插一個東西 列印的時候畫面格式跑掉了 即便都一樣 最後那一步 列印格式跑掉 他就覺得 好像 很恐怖了 對不對 所以 沒辦法推 這怎麼辦 所以 這恐怕要需要有 真的有人去做這些事 可以幫政府省一點錢 其實真的有時候 錢如果可以省下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資源當然可以分配給對的地方 現在 OK好 這就提完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各位的回復 這個部分的話 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是 用在那個 資料分析業務 都會用到 OK 看起來都蠻抽象的 裡面沒有具體的 像 以前我EBA我是覺得學校 因為之前有好幾個學校找我去當業師 幫忙 教一些 不過我發現學校 的同學好像對於這東西還是 陌生 因為 還沒有出社會 不太懂這東西 是不是很重要 其他還有醫療業 像醫療業 我發現 用Python用得非常廣泛 而且還用影像處理 還自動化 機器人 甚至以後開刀 可能 不是醫生幫你開 是一個機器人幫你開刀 那 可能剛開始 第一個一定會是勇者 因為 一定還害怕 想說這東西怎麼 不是醫生動刀 不過其實反而機器人應該精確度會更高 尤其是小傷口 所以甚至可以做到那個微創 可能一點 傷口非常小 所以恢復當然也會比較快 人當然沒辦法那麼精確 可是 機器可以 這部分的話 當然 在Python裡面有很多的套件 可以幫我們實踐這些東西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班的程度 這個也是 我有史以來上課 第一班的程度是落差這麼大的 因為 最多是入門有五個 再來沒有進階 沒有中間的 再來就跳什麼 跳高階 所以這邊有四個同學是有 寫過程式 有五個同學是完全沒有接觸過程式 這個就很厲害了 OK 所以 像這樣的班級 你們要 不過我是覺得 你有一個心理準備 這個課程 基本上 不會太簡單 但是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講過 我會把 動作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選入門同學 請你 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閱讀 自己再重新看過 另外的話呢 我也會把 可能關鍵的程式 會把那個 Source Source code 會放在雲端上 就是 剛剛講那個 雲端 上面 只要我做過的程式碼 Source code 我都會把它放上去 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 寫不出來 寫完 如果寫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先把它複製貼上 先可以弄一下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大部分同學還是選那個 Python的檔案 處理 跟資料庫處理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很重要 因為 如果以Source VBA很簡單 因為他我剛剛講過 你檔案的話 就直接放以Source裡面 就是你資料全部 因為以Source本身 就可以處理一些 資料 然後呢 也可以處理一些資料庫 其實也可以把以Source當資料庫 或者你外部資料庫 你也可以藉由 像那個 VBA裡面的 外掛 ADO 直接也可以跟資料庫 儲存 那個 做資料交換 可是在Python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 SiccoLite SiccoLite資料庫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後面我們會講到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最多同學 有需要 也許這個我們可以 當成是一個比較重要 的一個課程內容 也許在這部分也許演練得多一點 當然實際上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Python的缺點 我想跟VBA比起來 這個部分是比較弱的 因為以Source直接就可以存取 但是Python 他沒有像以Source直接 Essal跟VBA 他就把他二合一就對了 那Python就缺一個 可以儲存資料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 你可能要花比較多的力氣 當然可不可以 可以啊 甚至Python呢 可不可以 存取Essal的資料 當然可以啊 要怎麼做啦 我想我們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那坊間的書籍也都有提供一些 他的做法 但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做法 其實有時候你不一定要拘泥 就是網路上看到的啦 或者是書裡面 有的時候其實你也可以想想看 有沒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案 比較符合你自己 實際上工作的需求 而不一定說 我那個拿來就只能這樣做 不是喔 而且有時候別的東西 反而太過瑣碎了 像我的程式基本上 能夠 越精簡越好 所以我程式寫出來 都 都盡量不要拖泥帶水 還有喔 第二個是說喔 物件導向雖然 物件導向式的寫法固然好 但是有的時候對於 比較是屬於喔 初學者來說 比較看不懂 因為他是抽象化的語言 抽象意思就是喔 有點像是讓你想像 那個 這個物件裡面有什麼屬性跟方法 那你要去拿這個屬性跟方法 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要先創一個物件 之後才能做這些事情 太複雜了 有的時候怎麼樣 乾脆直接持續試的就好了 那結果可能都一樣 可是用物件喔 會讓你感覺程式比較融長 但是他做大的事情很OK 可是做小的事情就不太OK 可是你不要全部東西都用物件導向式來寫法 好不過這個也許我們後面會再講 也許可以把它寫的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如果遇到複雜的事情 一定需要用物件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物件式的導向 的寫法該怎麼做喔 那再來的話呢 如何利用那個 Python去下載 資料 這個也是還蠻重要 因為Python最早 他最有名的就是 網路爬蟲 就是把所有的資料都爬回來 然後呢做後續的分析 而且可以 即時性的 你要把哪一個 網站上面的東西爬下來 做分析出一個結果 甚至變成一個圖表 都沒有問題啦 當然在Excel VBA裡面 可不可以這樣做 也是可以 兩個都可以 你說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我強調啦 工具就工具啦 黑貓白貓 只要會抓老鼠都是好貓 那有時候你其實不用拘泥說 我一定哪一個比較強 哪一個比較弱 沒有啦 反正你可以 根據你實際上的 工作需求 去選擇一個 比較適合的工具 就對了 OK 很多人其實就拘泥啦 因為他只會一個啦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麼選 當然如果你還有別的啦 我覺得 除了我剛剛講的 我們這些工具 還有R嘛 也許你有興趣的話 金融業最近很夯 R 所以也許你可以再去 我們這個 有R嘛 也許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那其實 這些都是工具啦 我覺得沒有所謂高下之分 只有他比較適合某些 領域 可能行業別不一樣 他的選擇性也就不一樣 因為而且 可能裡面在 網路上分享的一些套件 可能 主要還是偏重在 哪一些領域的人比較多 也許他就分享那些東西 那你就乾脆 可以拿人家已經做好的東西 來應用 有時候會比較簡單啦 OK 那其他的話像什麼 Excel Python跟Excel之間的 一個合併 兩者之間怎麼樣 做 互相的搭配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各位的程度 所以結果是 落差非常大 所以請各位 如果你是選高階的 除了 你學完之後啦 請各位 還是盡量看要幫一下旁邊同學一下 然後如果你是選入門的話 可能要多花一點時間 大概這樣子 那上課部分的話大概我知道一下方向 其他大部分同學都是 比較是 自己有興趣的 想要多學一點 這趨勢啦 所以不可免得 你如果比人家早一步的話 我相信你在職場上能夠發揮的空間也會越大 那業務需求 興趣等等 OK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我們在雲端上面我有放另外一個連結 就是檔案下載 那這裡面的話有一些補充資料 我想 還有簡報我也把它放上去 所以 簡報裡面會提到有一些像參考書目 你也不用特別記 雲端上都有 那請各位也許先連一下 我們先